我国今天受轻微掩埋天气的影响 晚上10点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介于77到92点处于中等水平 一小时悬浮微颗粒的PM2.5浓度 则是介于16到33微克 环境局预测接下来每小时PM2.5浓度 将持续在正常水平或偶尔进入偏高水平低端 公众可照常活动 环境局今天在苏门达拉探测到约100个热点 接下来几天本地会有雷雨天气 苏门达拉岛部分地区也会下阵雨 相信有助驱散烟埋 不过当局预计苏门达拉的热点还将持续